大家好,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北震50最近几天的疯狂的飙涨 最近几天北震50突然开始发飙 在11月27号的成交额甚至一度放大到300亿 大家可以看到平时的成交额也就是大概20亿左右 所以说仅仅五六个交易日成交额就放大了10倍以上 甚至很多个股都出现了30%涨停板的这种涨幅 每天的涨幅30%甚至几个交易日就翻了10倍也很多 所以说这就是最近北震50突然的疯狂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我有很多会员朋友也问我这个问题 为什么北震50突然如此疯狂 我觉得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现在主板上证深证创业板 包括客创板等等这几个板块 各个股票都是死气沉沉 整个市场每次反弹就会遇到阻力 上面的阻力压力很大 很多的套牢盘 所以整体的市场体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一种状态 很多股票也是跌跌不休 在这种状态中很多的资金 尤其是油资它要寻找一个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在哪里 最好是板块比较新 没有被热炒风炒过 同时也适合油资在里面活跃的一些板块 最后它就瞄上了北震50 也就是过去的北交所 或者是我们说新三板之前的板块 另外第二个原因 就是因为监管层也是小作文 说是北交所要求券商的开户率达到80% 进而活跃了北交所的市场里面提高活跃度 那么可以看一下 有市场传言讲 就是北交所领导各大全商总部督导 公司北交所全线的开通率年底达到80% 现在北交所的投资者大概是600万户 如果在年底前开通率达到80% 可以引入海量的大量的合格投资人 这样可以达非常好的活跃 北交所的市场活跃度 大家可以看到在北震50 在大涨之前 其实市场它的下跌是非常惨烈的 其实也反映一种流动性的枯竭 如果北交所再没有新的流动性引入的话 这个市场有可能死掉 其实北交所的前身就是新三板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A股市场有好多板块了 有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 还有之前的新三板 现在叫北交所了 所以这么多的板块其实每一次新的板块的诞生 都会有一波资金的热炒 比如说科创50当时也是 创业板也是 早期刚上市的时候都会有一波热炒 之后炒作完以后 基本成归纯土归土 哪来哪去 又陷入绵长的阴跌过程中 我相信北震50可能也逃脱不了命运 如果就这么个炒法 几天就涨个五倍十倍的 每天30%这样上涨 最后肯定注定又是一批套老板 又是一批白骨累累套在高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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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